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新竹市消防局辖内十个分队的26辆救护车全来自民间或企业捐赠 今天再获四名善心民众捐赠四辆全新救护车 总价达1148万元 新竹市副市长沈慧虹说 政府力量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因有热心助人的市民朋友 竹市才会越来越幸福 沈慧虹也授予林盛南 陈盛彪 黄达聪及欧武为女士的代表人中山里长郭瑞成干卸牌 并进行救护车铭笛启用仪式 象征四辆救护车将加入救灾救护行列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发挥救护功能 所有救护车都配有各种急救和救护工具 每台救护车改装造价近300万元 沈慧虹说 每位捐赠者都是有故事 有温度的人 向林盛南的子女创业有成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精神来回馈社会 令陈盛彪则捐救护车 作为母亲的生日礼物 黄达聪先生为完成父亲遗愿 主动联络消防局表达希望能回馈乡礼 发挥救人精神 而行善不欲人知的90岁阿摩欧武伟更是坚持要捐赠 还说不捐就不看医生 这样无私的爱心 让竹市成为最幸福及最温暖的城市 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竹市消防局救护车长期都是民间人士及企业所捐赠 目前26部救护车都来自民间 感谢过去许多捐赠者 愿意捐献各种新式车辆装备器材 发挥救护功能 向民众捐赠的12岛城新电图机 经平时训练及较官群指导 使用迄今已有三位市民成功被救援 希望善用捐赠器材及消防车和救护车 保障市民安全及降低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上